我不要离开 离开到别的国家 就是这不是我的家 一个人很麻烦 第二个我爱我的国家 所以我不要离开 风火连天 仍坚守家园直到最后一刻 乌克兰青年Boden和女友Anna 现在住在距离基辅仅有70公里远的白财尔科维 接近首都 每天都会听到攻击警报大响 四天前还遭到俄罗斯军队轰炸 二十多间民房被摧毁 但相较于自己 Boden的家人情况更危急 因为他们住在俄军主要攻击地哈尔科夫 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哈尔科夫旁边 小小的城市 目前是还好 没有爆炸 昨天有爆炸 今天没有 他们也没有打算要离开 没有 虽然身在乌克兰 Boden的妈妈其实是俄罗斯人 乌俄两国联姻很常见 如今却因为普京下令攻打乌克兰 Boden的妈妈说把俄罗斯护照丢进垃圾桶 他不要回俄罗斯 因为他在乌克兰已经住很久 已经应该八年 他已经在乌克兰住八年 他现在他不喜欢俄罗斯 然后全部的人 我们的 比如说我的那个哥哥 他是俄罗斯人 他住在莫斯科 博丹说随着两国开战关系持续恶化 妈妈如果跟俄罗斯亲戚联系 梁家不仅会数落乌克兰的不是 更不认为俄罗斯攻击是错误行为 双方关系短期内难以和缓 而避临俄罗斯耳聚的乌克兰人 因为常年受到俄国影响 不少人都会学习俄文 意外成为这场战争中 报名的关键 压力萨学习的语言 在战争中成为被保护的关键 战火的重重危险 教不起乌克兰人坚毅的精神 两名留下来的年轻人 也尽微薄力量为国家奋斗 他们选择当志工 努力照顾需要的人 我们这里有很多我们的家人 就是老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离开 他们怎么办 他们没有食物 他们没办法买 所以我们现在帮他们 然后我们现在做那个 职员的工作 然后台湾帮助我们 我们的老师在台湾 跟别的乌克兰人 他们收钱收东西 然后等一下他们要发给我 在这里 在白家当 然后我们帮其他的老人 布丁和安娜都曾在台湾求学和工作 他们在台湾的老师 也来自乌克兰 不忍家乡 饱受普京和俄罗斯军队折磨 在异乡寻求支援 但在俄军进兵之下 线下还有难解的隐忧 就是车诺比核电厂 遭到俄军占领 且仅存48小时电力可用 一旦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他不知道他做什么 所以他都可以 他如果他的人死掉了 他都可以 普京的残酷恶行 让整个欧洲陷入恐慌 对乌克兰人而言 现在能做的只有保驾卫国 守护家园直到最后一刻 静新闻罗湘薛向来采访不到